大家好,我是彩虹 爱吃糯米粉呢,别错过今天这个美食 简单无难度,软糯香甜 比驴打股还好吃 首先在碗中倒入150克牛奶 20克白糖 30克玉米淀粉 120克糯米粉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多搅拌一会儿 最后搅拌成细腻涩滑的面红 盖上耐高温的保鲜膜 上锅蒸熟 水烧开后蒸20分钟即可 利用这个时间,咱们来炒点糯米粉 40克糯米粉 永不粘锅中小火不停的翻炒 炒至微微冒青烟,变成微黄色即可离火 盛出晾凉备用 然后取出蒸熟的糯米糊 搅和搅和摊开 冷却一会儿 晾至温热后再加入25克玉米油 戴上10匹手套 将糯米糊和油揉至完全融合 然后在案板上铺好保鲜膜 直到揉至可以拉出薄膜,像这种 再整理成团,促成苍条 平均分成12个剂子 再把每个剂子都收拾成圆形 取一个糯米球按扁,边缘捏薄 放上适量豆沙馅 你也可以用紫薯馅或是红薯馅都可以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收口捏紧实 然后放到炒熟的糯米粉里轨一圈 使表面都裹上糯米粉 再正反面擀成小圆饼 这样就完成了 一次把剩下的全部都做完 就可以开吃了 切开之后 里面是若饮若鲜的豆沙馅 刺一层延展性非常好 黏黏糯糯的 吃起来软糯香甜又筋道 这个糯米饼即使放凉了也不硬 并且是越凉越清淡好吃 里面的豆沙馅不介意放太多哦 否则会太过甜腻 如果喜欢就赶快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 拜拜